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蓝同学脑洞工坊,我是蓝胖 上期节目,咱们介绍了一本被称为塞尔维亚圣经的传奇预言书 克雷姆纳预言 此书的作者米塔尔是通过自己的摇视超能力 实打实看到了未来发生的事情,并记录了下来 因此,这本预言书也被后人认为是拥有极高的可信度 上期节目,咱们也说到了书中前面的几个非常有代表性的精准预言 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可以翻看一下上期节目的内容,相当精彩 本期节目,咱们继续来讲克雷姆纳预言后面的一些超神奇的内容 首先,米塔尔解释了为什么人类很长时间都没有搞明白自己的身份 他说,是因为受过高等教育的人 他们自以为自己念过很多书,就自认为可以做到很多事情 他们就是人类自我认知真实形态的最大障碍 不过,一旦人类看清楚自己究竟是什么,就会恍然大悟 意识到教育对我们产生了多大的误导 而事实,关于人类是怎样一种存在的知识,是极为简单的 我们会因为没有早点发现而感到后悔 我感觉他想强调的是 因为人们过度相信现有的科学技术而被蒙蔽了双眼 走向了一个错误的方向,被误导了 现在,人类了解自身主要都是通过解剖学或者各种相关的生物技术 不过,按照米塔尔的意思,这个方向是错误的 我们人根本就不是那样的 用科学是无法解明的 真实的人体构造原理其实非常简单 因此,科学对我们人类的自我认知产生了很大的误导 造成我们始终无法明白我们究竟是什么 说到这里,咱们就不得不再说回特斯拉 特斯拉在世时曾经发明了一个叫做特斯拉装置的东西 这个东西只需要放在那儿就能产生能量 无限发电 人们一直猜测这个装置是可以采集空气中的微量子力或者电力 甚至是水分子 以此来产生源源不断的能量 这个装置如果能够留存至今 一定会为人类的科研视野带来巨大的影响 然而,这种能够生产免费能源的装置 一定会严重影响到传统能源企业的生存 因此,特斯拉也遭到了利益集团的强力打压 很快,一场离奇的火灾就烧毁了它的实验室 大量的图纸和设备都复制一具 其中就有这唯一的一台特斯拉装置 也正是因为这次火灾,特斯拉郁郁而终 当然了,这些故事也都是大家口口相传至今的 有多少可信度还不清楚 人们至今也无法确定 是否真的有这种特斯拉装置被研制出来 但是,在2014年的时候 有个叫开始基金会的组织 宣称他们成功复制了当年的特斯拉装置 这个开始基金会呢 咱们简单说一下 是一个相当神秘的组织 网上没有太多关于它的信息 根据其官方网站的介绍 开始基金会是一个独立的 非盈利性和非宗教组织 由何工程师凯史先生创立 旨在开发新的科学知识 新技术和新的解决方案 以解决重大的全球性问题 比如饥荒、缺水、缺电、气候变化和疾病等 这也将让人类通过使用专门研制的等离子体反应器 真正自由地在升空旅行 这个组织的资金来源和研究成果 目前基本上都是未知数 不少人猜测它是有政府或者军方背景的 因此研究成果都是高度机密 这个开始基金会研制出的装置 其实就是一个很复杂的线圈 放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无限发电 但是和最初的特斯拉装置不同 它并不是完全的免费发电 装置工作时需要耗费少量的电脑 以发出更多的电 工作原理还不太清楚 但是有内部人士曾经透露过一个重要的细节 这个装置有一个很特殊的地方 周围有人它就好用 没有人就不好用 感觉它好像会从周围的人体内 吸取某种能量才发出的电 如果没有人的话 效果就不好 而且即使有人产生的能量也会因人而异 小孩子产生的能量就没有成年人多 单从这一点来看的话 和米塔尔的描述是很类似的 他说我们人体内也有存在能量 只是我们不会利用而已 不过开始基金会也说了 现在这个装置还处于摸索的阶段 虽然已经非常的接近成功了 就差了一点点 但是他们并不知道这一点点具体差在了什么地方 这些内容都和米塔尔在克雷姆那预言中的描述 完全吻合 再后来米塔尔还提到了外星生命 他说人类未来会在月球上 还有其他星星上 驾驶一种像马车一样的东西 在那里寻找生物 但是最终无法找到像我们一样的生物 那里确实有生命 但是他们无法理解 那就是生命 并且无法发现 这句预言首先就点出了月球 也就是说 米塔尔通过摇视看到的幻象中 一定首先就是月球 这也和人类探索外太空的时间点完全吻合 人类第一个登陆的外星球就是月球 并且宇航员也确实在月球表面上 驾驶了一种特殊的月球探测车 这也就是米塔尔所说的像马车一样的东西 后面米塔尔又说到了其他的星星 按照目前人类探索外太空的进度 应该就是指火星了 咱们在之前的节目中也讲过 人类将在2025年开始火星之旅 不知道米塔尔在幻象中看到的是不是这件事情 不过米塔尔这句预言的另一个关键点是 这些星球上都是有生命存在的 然而人类却无法发现 当年人类登陆月球时 就有不少人对于发现外星生命相当期待 但是结果却是一无所获 而且这些年发去火星的探测器 即使发现了水资源存在 却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有其他地外生命存在过 不过按照米塔尔的说法 这些光通通的星球上其实都有生命存在 只是我们无法理解 无法发现 这个状况其实之前具有科学家提出过 叫做硅基生命体 我们地球上所有的生命体都是碳基生命体 是以碳元素为有机物的生命体 我们吸收的能量也都是碳水化合物 然后转化成二氧化碳和水排出去 地球上的生命不管是植物还是人都是这样的 但是碳基生命有一个非常明显的问题 就是碳基特别不稳定 所以地球上的所有生命都特别怕高温 寒冷病毒和紫外线等 因此我们只能生活在地球上 现如今即使人类在积极探索外星球 但是为了满足将来人类进行星际移民的计划 也只能去找那些所谓的内地行星 因为我们觉得只有内地的环境才能有生命产生 但是如果真的像米塔尔所说的那样 月球那种恶劣的环境都能产生生命 那么它一定不会是碳基的 很有可能是硅基的 咱们日常生活中接触最多的硅基物体就是石头了 月球和火星上都有非常多的石头 不过大家普遍都认为石头是不可能有生命的 那么怎样才能知道像石头这样的硅基物体是否存在生命呢 按照生物学的定义 判断生命是否存在的标准 就是这个东西有没有在代谢 它有没有吸收能量而排除一些废弃物 如果随着时间流逝 月球上的石头不断的吸收日月之精华 越长越大的话 那它其实就是生命 而且不只是大小的变化 重量也可以是判断物体有没有进行代谢的一个重要因素 除了硅基生命这一种可能性以外 外星球上的生命也有可能是以高维度方式存在 或者以另外一种方式存在 因此我们才无法感知 接下来关于第三次世界大战 米塔尔也根据自己看到的幻象进行了描述 它先是说发动这场战争的人会想方设法 让他们的科学家发明各种奇怪的炮弹 当这些炮弹爆炸的时候就会带来大量的诅咒 说到这儿感觉特别像是核武器 因为很多人都预测第三次世界大战将会是一场威力大道 能使物种灭绝的核战争 而核弹爆炸后产生的大量辐射 也很有可能就是这里所说的诅咒 不过米塔尔的后半句解释 又使得这个诅咒完全不像是核武器了 很有意思 米塔尔说道 这个诅咒能够让人、军队和牲畜睡着 让他们不能够战斗 并且过上一段时间 他们就会再次恢复理智 这样一看 米塔尔通过摇视看到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景象 又很有可能不是一场全球范围的核战争了 根据米塔尔的描述 我推测到了那个时候 人类应该会研发出一种更加高科技的炸弹 很有可能是一种电磁或者声波武器 在引爆时能够对周围的人产生神经方面的短暂影响 比如说眩晕或者失去意识 不过也有人对这句预言有别的解读 认为这里就是说的核武器 只不过米塔尔生活的时期太早了 核武器还没被发明出来 因此认不出来它 核弹引爆后 巨大的威力一定会使周围的人、军队和牲畜倒下 无法继续战斗 而过上一段时间后 幸存的人便会如米塔尔的话那样 恢复理智 停止战争 关于这场未来战争 米塔尔还提到了一处细节 他说 最伟大的人和最愤怒的人将打击那些最疯狂的人 当这场可怕的战争开始时 那些飞越天空的军队会感到悲哀 塞尔维亚虽然不会参与这场战争 但是有别的国家在塞尔维亚的上空打仗 根据这些描述 我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最关键战场 依旧会是在空中 夺取制空权对于任意一个参战国来说 都会是至关重要的 而米塔尔的故乡塞尔维亚 虽然不是参战国之一 但是他的领空却成为了别的国家的战场 换而言之 第三次世界大战至少一定会波及到欧洲 并且一定会是强国之间的战争 米塔尔接着说 这场世界大战只有一个地方会幸免 这个地方在世界的尽头被大海包围 有欧洲那么大 并且有三个十字架在其中 只有这个地方没有落下这种炮弹 人们可以和平的生存下来 逃到这个地方的人就可以永远幸福的生活下去 因为这里不会再有战争 这句话呢 包含的信息也非常的多 首先是这个地点在世界的尽头被大海包围 这句话呢 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南极了 按照地评论来说 南极是标标准准的世界尽头 那里很难被战争波及到 有足够的淡水资源 但是南极的面积又有点太大 比欧洲会大很多 而且米塔尔在后面还提到了 人们会在这里幸福的生活下去 而如果这个地方真的是南极的话 那里的气候也有点太恶劣了 很难让人幸福的生活下去 并且南极也没有三个十字架存在 不过既然这些景象 都是米塔尔通过摇式看到的 那么这场战争发生的时间 也说不定会是在千百年之后了 那个时候 也许人类已经彻底的开发和改造了南极地区 使得那里更加适宜人类居住 而面积也会随着冰盖融化而渐渐减小 变得和欧洲差不多大了 此外 如果人类已经大批量移居南极的话 其中很多信奉基督教的人 必然会在南极建造十字架 那么米塔尔在这里描述的三个十字架 也就没有问题了 不过也有更多的人猜测这个地方会是澳大利亚 因为对于米塔尔这样一个从来没有走出过村子的人而言 一下子通过摇式看到那么遥远的澳大利亚 确实也可以算得上是世界的尽头了 而且澳大利亚也正如米塔尔的描述那样 被大海所包围 面积也和欧洲差不多大 根据最新的世界地图 欧洲大约有1000万平方公里 而澳大利亚也有800多万平方公里了 很是接近 另外最神奇的一点就是米塔尔所说的三个十字架了 澳大利亚的国旗右半边印有几个小星星 如果用直线连接起来的话 就会形成一个十字 因此这样的几个星星也被称为是南十字星 南十字星是主要在南半球才能看到的星座 所以被澳大利亚特意放在了国旗上 此外 澳大利亚的国旗左上角有个小号的英国国旗 其中就有两个十字架 这样一来 澳大利亚的国旗正应了米塔尔所说的三个十字架 因此也有很多的塞尔维亚人相信 一旦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的话 唯一的避难所就会是澳大利亚 最后咱们再来简单的聊一聊 克雷姆纳预言的真实性争议 此书目前在全世界流传的版本是1902年出版 并且早早的就取得了塞尔维亚的官方认证 不过即使这样 一直以来也都有人怀疑造假 而且理由其实也是蛮充分的 当时塞尔维亚的第一任国王米兰奥布雷诺维奇 想和他的皇后离婚 但是按照塞尔维亚皇室代代相传的律法 皇室成员离婚需要一个正当的理由 国王也因此很是反问 正在此时呢 米兰尔的遥述能力也声明远播了 传入到了皇宫之中 国王听闻此事就找到了米兰尔 让米兰尔给他写了个预言 说自己在幻象中看到了国王和王后注定要离婚 这样离婚就没有问题了 于是皇室离婚的事情就被写进了克雷姆纳预言中 后来国王和王后就真的突然离婚了 并且没有对外公开理由 所以一直有人怀疑是国王为了找一个正当理由 才让米兰尔故意这样说的 进而怀疑米兰尔就是一个被政府利用的棋子 而这个预言本身也只是一个控制民众思想的工具而已 但是这样的质疑依旧没办法解释 为何1902年出版的书中就预测到了后面几十年 发生的世界大战以及各种各样的现代科技 所以预言本身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只是其中的某些关于塞尔维亚皇室的事情 是否是他真的通过幻世看到的 那就不好说了 这里再插个题外话 很多观众朋友们可能会想 这么神奇的遥视能力 究竟是如何获得的呢 据了解 米兰尔住的老房子被国家改建成了一个博物馆 房子里面有一个大石球 据说是施工队从他房子下面的泥土当中挖掘出来的 直径在一米左右 根据米兰尔的字数 这个球来自于天上 有一天突然砸在了他房子附近 于是他便将此球埋在了他的房子底下 而且自那个时候起 他便拥有了遥视的能力 因此他认定自己的遥视超能力 一定就是来自于这个从天而降的石球 事实上 这种球不仅在塞尔维亚出现过 哥斯达利加也有 并且数量要多得多 人们在哥斯达利加的迪基三角洲和卡尼奥岛 一共发现了三百多个这种石球 大的直径两米多 小的直径只有两厘米 因此这种石球也被后人统称为哥斯达利加石球 至于这个球究竟是什么人造的 至今仍无法确定 卡古学家经过分析 认定这些石球出现于公元三百年左右 也就是差不多一千七百多年前 但是不知道有什么用途 更神奇的是 经过测量 卡古学家发现这些球都特别的远 误差都在毫米级 这样的精度完全不是当时的工艺可以完成 所以它也是属于时代错误一物 是很有可能来自于外太空的某个高度发达的未知文明 这样一来 石球会赋予人类特殊能力的说法 也就并不完全是天方夜谭了 在地里干活时 如果意外挖到了一个很圆很圆的石球 可千万不要争掉 埋在房子下面 说不定明天一起床 你就能获得什么意想不到的超能力呢 只是这样想一想 是不是就感觉特别的期待了呢 好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你喜欢本期节目的话 不要忘记点赞转发评论以及订阅 我是蓝胖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